基本上这次中国到了北京人大所通过的对于香港的普选方案 香港人不可能满意 但是只是说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 到底你是否要全盘否决 北京的态度很清楚 要么就回到现在官派的情况 要不然就接受一个半套的普选 或者是用按照香港民主派的说法叫做假普选 香港的信报发表了一个社论 他说他呼吁民主派的人士能够务实的看待 跟北京之间长期的民主改革的博弈 也就是说民主派的人未来支持一个 他们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特首 然后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一步一步的推动香港的政改 那一定程度的香港问题呢 也在英国和中国之间陆续的发酵 由于英国过去香港是它的殖民地 英国末代的驻香港的总督彭定康特别提出来 当时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落实一定的民主承诺的 这个时候英国应该出来干预这件事 我们在专访民主派的创办人李住民的时候 李住民也认为香港某个程度 英国欠他们一个道义 英国应该出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但是英国现在呢卡麦龙基本上政府败你的态度 是希望能够跟北京做多少生意就做多少生意 他很少对这件事情提出强烈的批评 而北京方面很多人士也开始大骂英国的政府 特别是骂彭定康 他说你们这么了不起 这么支持民主 那怎么你们不在殖民香港的时候 不让香港人选出他们的总督 而是由你英国派一个总督 而你英国作为一个末代总督的彭定康 你怎么不在你担任英国总督的时期 给予香港当地民主的权利呢 基本上香港人在这样两个 一个殖民政府跟后来进来的北京政府之间 对香港而言他们的民主 现在喊出来的话就是香港的民主 香港自己救 而香港这一段时间以来和中国大陆最近的关系 除了政治上和特殊的敏感关系之外 还包括经济上的重大辩论 香港从2003年因为SARS的关系 经济跌到了谷底 后来靠着自由行 接着再包括中国国企 在香港的IPO 使香港享受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香港已经失去的繁荣 甚至很多人本来都预言 在上海崛起之后 香港只是一个偷来的时间 偷来的一块土地 偷来的繁华 随着上海的崛起 香港将逐步的陨落 但是因为后来中央政府 北京对于香港的支持 最终导致了香港在2004年开始 不管是自由行 还是2005年的IPO 都使得香港突然就出现了 非常奇迹般的繁荣 但是也创造了可怕的贫富差距 那么因此呢 在香港内部的话 以这个特区而言 内部从因为中国大陆 而得到经济利益的人 在这个态度上 比较支持北京政府 而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看着房价越来越高 别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自己越来越穷困的 在这个尝试里头 也就越来越愤怒 那么一点点大的小岛 却挤了七百多万人 要不要背靠大陆 不是愿意不愿意 或者想不想的问题 香港人好像没什么选择 当时的香港特首董建华 或许是聪明的 以开放大陆人 以自由行的方式到香港旅游 舒缓了 因为SARS而停滞不潜的经济 香港人总爱说 自由行把他们的尖沙嘴 广东道都占据了 但这四千多万人次的自由行 却为香港带来 两百六十一亿的直接收入 超过一千亿台币 2013年到香港的五千四百万观光客中 有超过四千万都是大陆人 说是讨厌自由行 但有二十多万香港人 在做旅游业相关的工作 旅游业占香港GDP的接近百分之五 聪明的人都这样说 香港撕裂和分化 没那么复杂 自由行政策孰优孰劣 说穿了 能赚到钱的就赞成 赚不到钱的就反对 香港这个小岛对于大陆的高度依赖 再也离不开了 即使是在忧心队伍中大喊口号的人 也不能否认 不认为 时至今时今日 你看看大陆的经济 是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强人 他自己觉得 起码共产党自己本身觉得 他已经不需要得到香港人的那个 不需要再利用香港的那个 请问香港人还有什么所持呢 所持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不想向中国靠拢 当我们问说那经济要怎么走呢 都没有人能说得上 2003年的时候 香港人刚从大陆人的身上赚到钱 拯救了SARS之后一蹶不振的经济 是蛮开心的 后来香港政府开放投资移民政策 大陆人都到香港买房子 香港人发现在属于自己的城市里 却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了 对于大陆人的仇视和敌人 广大陆人就这样假设的 广大约2500至3500平方尺的特色大宅 更是惊忠之寒 王者享受极致升华 这是一个较隆起的香港豪宅案子 买的人有超过55%都是大陆人 宣传片段里也强调 房子就在将来的高铁站 直接连接大陆40多个城市 14分钟可抵达深圳福田 48分钟往广州 8小时往上海 10小时往北京 房案直达中国48个大城市 香港房地产集团自己做的调查 以房子成交的金额计算 大陆人买家的比例 从2007年的4%增加到 2011年的13% 小小的一个城市 房价的增长速度 却几乎是全世界最快 英国房地产公司Netfrank 发表的2013全球房价指数报告 全球房价按年平均上升6.6% 幅度是2010年第二季以来最大 香港的房价 却更可怕地增长了28% 比中国大陆的10.7%还要多 湖内吗 大陆人疯狂到香港买房 却让香港增加了超过900亿港币收入 香港人大概真的很想靠自己的力量走 只是没那么容易 上海和深寸都赶上了 小岛的人民还有什么选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